太阳花学运光荣退场 现在轮到我们客家童花上场啦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 厨师怎么帮客家菜换上新面貌 其实我们这个叫客家怀石 那我们其实用把客家的元素 套用在日本白食料理的模式里面 那我们是用100多种的食材 做成14道 主厨说啊 春天最具代表性的紫苏叶 就有咸甜两种创意吃法 咦 没看过跟锅巴一起吃的紫苏鸭肉吧 客家马杰里包的是紫苏苹果呢 哇 好幸福的感觉 主厨还把客家菜变成握寿司 还有这擂茶变成的豆腐 没想到吃客家菜也这么粗笔哦 接下来我们来到三亿客家村 听听创意客家菜的冠军怎么说 总共能发出12种的客家小菜 客人要吃哪一种口味 我们都可以银耳它 张师傅的创意还不止如此 饭桌常见的玉香鸭 就把玉米和20多种客家材料拌在一起 造型还变成小鸭 传香八宝寇香芋 则把台式白菜卤 融入客家腌萝卜熬煮的高汤中 香气十足却甘甜出爽 美风草莓季 他就用猪肉条卷草莓油炸 做成酸酸甜甜的爱恋草莓 是小朋友最爱的一道菜 首先要有心 才有这个灵感 去享受一些新的菜籽 吃不变的 吃不变,吃快饿 就把三角的5度长 吃不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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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